德国新任的总理肖子已经成了从德国统一 当时科尔 更不要讲梅克尔之后 最不受欢迎的总理 而他最不受欢迎的理由之一 是他误判了整个欧武战争 同时他没有组成维基政府 他现在的政府呢 他是社会民主党的 然后另外呢 他有自由民主党是右派 然后再来一个极左派绿党 这样的一个联合内阁在国会里头 虽然并没有出现政治动荡 但是却彼此之间许多事情 往前走一步 往后退两步 常常很多政策没有办法定调 而随着国际的大局势 他虽然到处的去要求各国卖他石油 卖他天然气 甚至到阿拉伯里头大公国要求卖柴油 这已经是到了完全不顾气候暖化的一个情况情形 他也确诊了 可是老百姓对他的制度还是相当的下滑 德国最新的通膨数字 这解释了一切高达了10.9% 除了德国之外 各欧洲国家的通膨 除了法国因为是用核能八电为主之外 大概全部都是通膨10% 所以德国现在本来要延后 马上就很快直接要这个 马上要停止的核能电厂 现在就要继续的延后 而目前为止呢 从英国 法国 奥地利 德国 捷克 都出现了民众受不了通胀 抗争政府的情况 而对于俄乌战争 他们也认为虽然同情乌克兰 但不是用我们的代价来付出 虽然肖子告诉他们 如果你要支持乌克兰 你们就要牺牲 你不能又要支持乌克兰 又不可以牺牲 可是人民跟你讲道理吗 Cities plunged into darkness No light, no water and no heating A scenario Germany's Cities and Communities Association warns could soon become reality 从希腊著名的跨海大桥 到比利时的高速公路 入业后的欧洲成了一片黑暗大陆 但黑夜之后还能等待黎明 可一个缺乏天然气的领冬呢 9月份在德国科隆 和北溪二号终点城市卢布铭 都有民众集结抗议 示威者高举开放北溪二号项目的布条 根据德国扶杀舆论调查所 7月在德国进行的民调显示 支持抵制俄罗斯天然气的德国人 从6月份的44%下降至7月的32% 德国55%的天然气 50%的煤炭和35%的石油均来自于俄罗斯 从俄乌战争爆发加入制裁以来 缺气的德国 通胀率和能源价格就狂飙猛涨 德国联邦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 9月份同比通胀率上升了10.0% 出现自1951年12月以来的最高读数 8月份能源价格同比飙升了139% 其中电力价格暴涨174.9% 而原本仍继续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的 北新一号也在七国集团宣布 对俄罗斯能源出口限价之际 遭俄罗斯无限期关闭 It was at 2am local time on Monday that a seismograph on a small Danish island picked up the first tremor Soon the water off its coast started churning and then 15 hours later another one this time 2.3 magnitude Not an earthquake, scientists say but mid-water explosions the force of which blew open two gas pipelines in the Baltic Sea now spewing unknown quantities of highly flammable methane up to its surface It's clear that those incidents are not coincidence 知名作家伊恩·弗莱明曾说 一次是偶然,两次是巧合 三次那就是敌人在作祟 9月29号瑞典海岸警卫队 又发现北溪淑气馆的第四个泄漏点 The explosions triggered three large gas leaks along major pipelines from Russia to Europe leaks discovered some distance apart east of the island of Bornholm two of them here along the Nord Stream 1 pipeline and a further one along Nord Stream 2 very close to the new Baltic pipeline bringing gas over from Norway to Poland weaning Europe off Russian supplies Its inauguration was just yesterday prompting speculation around timing and motive 舒器管泄漏修复工程 旷日廢时 这让欧洲可能在冬季之前 通过北溪一号 接收天然气的乐观期待 化为乌有 西方怀疑是俄罗斯一手策划 为的是再次推高天然气价格 进一步加深欧洲的能源危机 俄罗斯则指责 做贼喊捉贼的美国才是北溪管道 损毁后最大的受益者 究竟谁是幕后黑手众说纷纭 但现实是根据天气预报 欧洲今年第一场寒潮 本周提前来袭 对于十月中才开始供暖的欧洲而言 人们将面临一个残酷的寒冬 欧洲百姓对乌克兰危机 负面效应外溢的强烈不满 表现在各国爆发的示威活动上 杰克在一个月内 举行过两场示威活动 抗议政府应对能源危机不利 这股怒气也同时反映在欧洲 接待乌克兰难民的态度上 不同于战争初期 展现出的人道热情 一些国家最近承认 接收乌克兰难民的能力 已经耗尽 他是德国反对党 机密盟主席梅尔茨 关于他的说法 其实缺乏政府数据 不过Politico Europe指出 梅尔茨发出上述评论 正值德国人 一发关注乌克兰战争 对本国经济的影响 德国联邦统计局 9月27号表示 来自乌克兰的难民 使德国人口创下了 历年来的最高水平 超过8400万人 而2022上半年 来自乌克兰的净移民人数 为75万 此前有人预估 欧洲各国接收安顿 乌克兰难民的经费 可能高达300亿美元 但欧盟承诺的补助经费 却迟迟没发到各国手中 Right and Daniel with the energy prices rising as a direct impact of the war do you think that European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economically weaker ones are losing sympathy for the plight of Ukraine that there might be cracks in the unity of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if citizens start to be discontent 欧洲对乌克兰的善意 从行动到舆论 确实在慢慢降温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 原物追踪数据库显示 过去几个月 包括德英、法裔、西班牙、波兰 欧洲六个主要国家 对乌军援正在急剧下降 甚至整个7月 这六大国也未向乌克兰 提供任何新的双边军事承诺援助 这在冲突爆发以来 还是头一回 乌克兰在野党 民意党国会议员瓦西联科 之前就曾担忧 俄罗斯的持久战 恐将耗尽国际社会 对乌克兰的耐心 面对一场已然常态化的俄乌战争 对于支持基辅 抵制俄罗斯的欧洲来说 2022年将是一个漫长而难熬的冬天